带你来看400年来 头一遭这历史性的宗教盛会 在嘉义县瀑子市登场 包括了彰化、鹿岗、天后宫 和瀑子佩天宫两大妈祖 是举办了联合绕境活动 上万信众涌进了瀑子街上 两大妈祖所到之处 信众是名炮、夹道欢迎 抢着钻教底来祈求平安 而鹿岗妈晚间在佩天宫住驾 同时进行了祈福典礼 万民信众共同来见证 这历史性的一刻 瀑子街万人空巷热闹滚滚 就是为了欢迎鹿岗天后宫妈祖 由2000多人组成的天后军团 清晨五点浩浩荡荡出发 鹿岗骂神教 由娘子军抬教护教 前往瀑子与佩天宫妈祖会合 展开联合绕境活动 信众们都抢着钻教底祈求平安 大家非常乐情 但是妈祖都会让我们钻神教 联合绕境活动持续一整天 两宫妈祖所到之处 裸骨喧天 烟火鞭炮声不断 沿途家家户户也摆出了鲜花瘦果 点燃切香 虔诚膜拜 庄严的住驾仪式在下午五点 准时完成 昭化鹿岗天后宫与福子佩天宫 两宫妈祖相见欢 并肩坐在神桌上 宫信众参拜 那第一次就跟我们佩天宫来做联合办理 这是妈祖促成的因缘 所有的这些选择 大家对到六甘马来到破族 十二万分的欢迎 邀请教育官 管党张花馆 丹荣主献官 嘉义县长张花馆 担任祭典仪式的主宪官 在仪式进行之前 先为两大妈祖洗尘 献上珠宝照进打扮后 才开始凤茶献上鲜花醋果 才开始前程膜拜 为了两大妈祖联合绕境的活动 朴子佩天宫 其实已经花了大半年筹备 而鹿岗妈27号凌晨 再起假返回鹿岗安座 四百年来第一次交流 有万民信众 共同参与见证 这场历史上的盛事 东三新闻SNG 林辰阳在嘉义的采访报道 好 还有台北市大安旭